南韓在今年10月开卖苹果iPhone 13 宣传影片拍得精彩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消费者就反映 iPhone 13收讯有问题 有iPhone的用户使用手机点餐 不过外送抵达后却因为接不到电话 所以也拿不到餐点 南韩三大电信业者LGU+,SK电信 以及KT的用户都传出收讯灾情 南韩媒体报道受影响人数已经超过600人 只是事情发生两个月 南韩苹果才发表声明说 他们努力为客户提供最佳体验 也在研究影响LGU+,用户的问题 让南韩果粉大骂iPhone 13根本就是昂贵的砖头 苹果把故障原因拐在LGU+,头上 只是电信公司却反驳这不是他们的错 南韩有专家分析LGU+,使用华为的网路设备 他们怀疑这才是iPhone 13受不到讯号的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